第九题 盛装热汤的锅子放在餐桌上时 汤锅下长垫着一块隔热垫以保护桌面 主要是利用隔热垫的哪一种性质 我们晓得我们要保护桌子 就是不要让它被热锅的烫烫到 那么东西相接触一定会有所谓的传导 锅子是固体所以也不会有对流 因此我主要就要利用我们的隔热垫 比较不容易利用传导传热的方式 所以第九题我们说 主要是利用隔热垫的哪一种性质 我们答案选的C传导热慢